嗨 Siri 今天有位妹妹PM我 說我知道她很傷心 她失戀了 當我打算要用什麼話去安慰她的時候 她竟然說 我的重機竟然結婚了 我... 今天我決定要冒住 被千千萬萬的太陽丁侯蕊粉絲 吐氣的風險 和大家討伐 為什麼身為一位中女 我不看太陽的後裔 首先是因為中女年紀大 身體差 精神不太好 不想無限次來回幻想和現實之間 你看幻想 再看看現實 嘩 哪有差那麼遠的 我每天上班下班要來回於企 我和PJ之間 我已經很想死了 為什麼又要做多自己一會呢 畢竟身體發膚 仇之父母 我都要對得住我母親的 哪有這麼大的重機 隨街跳啊 說到母親 小小看鬼片的時候 母親都會跟我說 不要怕啊 騙人的 我嚴重地覺得太陽的後裔 需要家長陪同才可以觀賞 因為裡面的詐騙伎倆 是連大人都會相信的 你看這段 電話跌爛了 誰會被人罵啊 你幹嘛搂我的電話 現在跌爛了 你開心吧 還有這段 如果你叫你男朋友幫你綁鞋帶 你猜他會怎麼回應你啊 你對手廢了嗎 還有這段 還有這段 哇 哪是人說的說話來的 我現在 這世界現存的男人中 尤其真是最喜歡 那男人也吃了 也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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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真是 尤其真是 也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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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剛才那段 你可以由頭到尾 一字不老 跟你男朋友說 我就說你厲害了 為什麼 我 現在 這個世界上 所有在生的人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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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看太陽的後裔 最嚴重 最不符合經濟效益的後果是什麼 會氣假情真 宋仲基和宋惠喬 氣假情真是很符合經濟效益的 因為可以一邊拍一邊拍拖 問題是你氣假情真 很不符合經濟效益 拖得未拍就失戀 多不值 犯法言實 如果你為了你的男朋友 可以做到整個宋惠喬 我給你掌聲 身為一位中女 與其說我不看太陽的後裔 不如說 我不敢看太陽的後裔 因為童話這件事 順一成都死